一念琴到底是多么长的时间 古人注解里面给我们讲 这个念就是刹那 凡于刹那 我们中国翻作念翻作一念 这个一念就是一刹那 那一刹那又是多长的时间 古书里面有书 一坛纸有六十刹那 注意一下这一坛纸 一坛纸的六十分之一 交一年 可见的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暂 我们一坛纸不需要一秒钟 一秒钟我们连续快速的来谈 大概我可以一秒钟可以谈四次 一秒钟的四分之一 是六十刹那 六十个刹那 这个时间是相当的短暂的 它就有能力超过一 你也懦弄它 百亲佛长 我们要冷静地仔细去思维 这种速度 能力确实不可思维 几乎是齐心动念的 就周边舍方三十一切祝佛插头 我们想想这是什么人能做到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法身大肆的境界 换一句话是 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 他都没有这个能力